大家好,我是王狗 跑山的這個文化在台灣75%都是 丘陵跟山地的環境裡 相信大家應該都有過經歷吧 我曾經聽過愛跑山的朋友說呢 跑山就是他最愛的原動 能讓風吹走每天的煩憂 幸福律師在行色水澡 阿死 只有一大享受 唉 那絕對不會等我們這種每天都要騎6公里上下山 還要時不時的山公車 和騎腳踏車阿伯的辛苦學生 跑山只有一位學校蓋在山上的人的這種心情 沒錯,既然我的學校蓋在山上 那自然也就會有很多 我跑山的人有跑山的故事了 所以呢,我今天就是要來分享一些 關於我們學校裡面有人跑山 遇到的靈異故事 第一個是 坐著女子 這是一個我五年前入學時 學長跟我們說的故事 他的名字叫做阿炮 有一次半夜 阿炮跟金二兩人一時興起 雙載騎車下山 準備去士林夜市看看有沒有什麼好勝 他們很開心 騎著車一路在聊天 聊啊聊聊啊聊 這個時候金二突然大喊 欸欸欸 停車啦 停車停車停車 阿炮這時瞬間的緊急煞車 整台車子差點噴了出去 喔,幹嘛啦? 你嚇到我你知道嗎? 阿炮緊張得略微不爽的 問著金二 沒有啦 前面有測速啦 我提醒你而已啦 白癡喔 兩個大學生 嬉嬉鬧鬧的 繼續的往士林夜市騎了下去 騎了一段時間 到了第二個測速的時候 欸欸欸欸 看啊看啊看啊 白癡喔不要鬧啦 又測速喔? 這又早知道了 不是啦 你看前面那台車啦 金二非常緊張的 指著前面的方向 於是阿炮往金二手指的方向一看 前方差不多20公尺處吧 有一台非常顯眼的亮黃色的機車 後座坐著一個白衣女子 呈現著非常奇怪的姿勢 那個女子 她的手是伸直的 放在前面那個 駕駛者的眼睛前面 像是遮住她的眼睛一樣 哇靠 表演特技喔 那樣子還看得到路 阿炮毫不在意的 挑看了前面的那輛機車 反倒是緊張的金二 一句話也不說 只是拍了拍阿炮的肩膀 示意她往前衝 想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隨著車子的加速 他們也比那台車越來越近 進到只差了一輛機車的距離的時候 突然 前面那輛機車後座的白衣女子 軟軟的轉倒 看著阿炮他們 並且把一隻手 收回自己的嘴巴前面 閉著 噓噓噓噓噓噓噓 接著 又把頭轉回去 手繼續 遮著那個男子的眼睛 阿炮他們這時打了個冷戰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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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發後來阿炮他們回到了宿舍 心裡 依舊覺得 猛猛猛的 但是除了那一名女子 他們在回山上之後 也沒有遇到任何奇怪的事 所以也就沒有多想什麼了 時間來到了隔天的下午 阿炮他們在上軍訓課的時候 教官一如往常的宣導 騎車的安全姿勢 各位同學啊 上下山的時候務必注意速度 知道嗎 昨天半夜才有一個學生啊 在測速那邊 整台車被撞得稀趴爛 聽說受傷的非常嚴重 不要每次看到測速才知道 煞車啊 教官提醒你們很多遍了 知道嗎 這時阿炮跟金二 非常有默契的 互看了對方一眼 彷彿已經透析了全宇宙一樣 逛速的往山坡中 第二台測速照相機的地方 衝 快點兩個人來到了現場 映入他們眼簾的 完全讓他們撒住 現場除了一堆堆 車殼的黃色碎片 被移到樹林以外 還有一塊疑似白色的裙子 正好跟機車的輪胎緊緊的纏著 後來阿炮因為這件事情 受的驚嚇太大了 連續請了兩個禮拜的假 想要回家調整一下身心 而隨著時間漸漸的過去 兩個月後 阿炮也淡忘這件事了 直到有一天 喂 阿炮 你在哪啊 爸 我在學校啦 不是說好了 白天我在上課 晚上才能打給我嗎 哦 不是啦 騎車騎慢一點啦 知不知道 尤其是在女孩子的時候 要特別的小心安全啦 爸爸 欸 擔心啦 阿炮聽完心想 嗯 不對啊 老子我可是轉職21年的魔法師 連個女生的手都沒有牽過 而且 平常我騎車都在跟別人比慢的 時速也從來不會超過五六十 所以 爸爸怎麼可能突然這樣說啊 爸 什麼意思啊 為什麼你要突然這樣子說啊 我平常騎車真的都騎很慢啊 不是啊 阿炮 我就收到你的測速罰單啊 欸 上面說你時速是騎到九十多啦 而且要照片後面 的確有一個女孩啊 哎呦 看起來還蠻有氣質的嘛 穿著白色的連身裙 頭髮黑黑的 哎呦 不錯嘛 不愧是我家的阿炮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阿炮聽到這裡 整個人灑住了 彷彿世界靜止了一樣 一句話也 完全的說不出來 第二個故事是我在網路上面看到網友分享的 她的名字叫做 單身的女子 我是一個麻瓜 是一個蠻要好的朋友 顧且簡稱她為A吧 不知道為什麼 每次跟A在一起 總會發生一些奇異的事 例如我們一群朋友 晚上維民在海邊聊天 A卻會突然指著海面上說 欸 那邊有人啊 所有人都往他手指的地方一看 哇賽 真的有一個人從海那裡走了出來 結果嚇著所有人都落航而逃了 類似這種故事 所以就是這麼的奇妙 那接下來呢我要說的是 我跟A單獨發生的一件 跑山的故事 某天我跟A雙載上山去看夜景 有看過夜景的人都會知道 山邊都會有那種T型的石頭吧 那一天我就跟A把車子停在路邊 兩個大男人坐在T型石頭上面抽煙聊天 時間也凌晨兩三點了 除了遠方有一兩對情侶在親近我 還有一群騎車的車友之外呢 就沒有其他的人了 過不一會兒 A突然指著一個方向 欸 那裡有妹 我看了一下一個長髮的女生 坐在T型的石頭上 其實看不太清楚她穿的是什麼樣子 只知道她背對著我們 欸 我去看一下她正不正 順便要個電話好了 A推推我的肩膀 打趣的說道 我心想半夜三四點鐘的 一個女生坐在那裡 想一直這樣不對勁 所以我就跟A說 不要過去啦 你不覺得怪怪的嗎 不會啊 看歌的 歌吧給你看 A顧不得我的反對 獨自踏著那自信的步伐 朝著那女生 快速的接近 我只好又抽了幾口煙 說服自己沒事 並且看著A跟那女生後續的發展 我就看到A這樣子走過去 拍了一下女生的肩膀 臉湊過去 看了一下女生的正面之後 她就有臉色發青的 往我這邊走過來 一直閉著手是說 欸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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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下我立馬上車 站著A準備下山 在騎車下山的途中 我耳邊一直聽到尖叫聲 還有女人穿著高跟鞋 快步走路的聲音 我真的感覺非常的毛 不敢騎太快 更完全不敢看後照鏡 A也沉默不語 我心想 嘖 就算是剛剛那個人追著我好了 怎麼可能穿著高跟鞋 還能夠保持著 我騎車的這個速度追著我的車呢 想到這兒 我不由自主的打了過冷戰 更加速的離開了這座山 到了山下的便利商店之後 我跟A決定轉換一下 剛剛緊張的氣氛 就買了幾瓶酒 找了個超商的內用座位坐了下來 不做還好 當時一坐下 我臉 真的綠人 我不知道還能用什麼形容式形容 就是在便利商店的玻璃窗戶外面 我看到了一個眼眶發黑 點色場白的女子 表心猙獰 而且在外頭飄移的看著我們兩個人 你沒有聽錯 就是飄移 我當下只覺得 她就是剛剛A打散的那個女子 而且她在等著我跟A什麼時候要出來 我更猛烈的灌了幾瓶酒 試圖的想讓自己喝醉 忘掉這一切 但是恐懼彷彿讓我更清醒 後來我不信邪的跑去櫃檯問大夜班說 你有沒有看到外頭站著一個女子啊 店員看看外面 再看向我 一臉狐疑的說到 嗯?沒有啊 當下聽完我的心真的都涼了 我跟A就這樣大眼瞪宵宴的 直到早上五點鐘 那個女人才漸漸的消失 後來我便載了A回家 而我也回家洗洗睡了一整天 那最後經過這件事之後呢 我只記得A生了一場大病 而我好像也有一段時間 運勢都很不好 甚至還出了一點小車禍吧 不過後來很少給A出去了 那個傢伙實在是太帶賽了 就是我在學校裡面聽到 我系上學長說的故事啊 我自己是覺得還蠻精彩的 所以想要拿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些或許也有可能只是傳聞 不過故事裡面也是有它真實的地方 就是車子被撞成稀趴爛 確確實實在這個社會上是一定有發生 而且是常常發生的 所以啊各位我們跑山都一定要注意安全 安全第一 每一個人的未來都是最美好的在等著你們 多謝 иф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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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